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 这一个个生意红火的店铺 让这里显得热热闹闹 胡同东口有个红圆南门涮肉馆 东墙上嵌着个巨大的紫通火锅雕塑 屋子里永远是高棚满座 热气腾腾 南官方胡同还是胡同游的中心地带 胡同游的三轮车排着队打这儿过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除了看风景 这儿有个特殊的人家 南官方胡同39号 这宅子的主人叫朱宝华 整个院子规制漂亮布局规矩 清楚屋里摆设的物件也讲究 整个院落有四百多平方米 对门两侧的汉白玉石堆 显示着这里的主人至少官居三品 广亮大门 高大巍峨 房檐凋梁滑洞 门簪上书平平安安四个转字 进门有华丽的影背 院子里葡萄藤下摆放着汉白玉的石桌和石凳 北方廊下的小鸟石榴树上的锅锅 缸中游戏的金鱼在古朴淡雅中透着生机 卖不进窝 把线桌和太师椅凸现出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味道 不知如此 这座四合院的讲究还多着呢 要说咱这老北京的四合院讲究可就多了 它是由东西南北四个方间来组成的 简略的说吧 说北方 说北属水 南属火 东属木 西属金 说为什么说北属水 过去老人住在北方 说北方为大 说南方通常叫做南书房 说以东为主 说东属木 为什么属木 说过去的男孩子住在东房里面 说以东梁制裁为主 说西房大多数住的是本家的小姐 过去讲究说千金小姐住在西房里面 说千金千金小姐 就是按照西乡记来说 就是从这里而来 说过去的女孩子大多数都是住在西房 院子的东侧有一家卖风筝的小店 电气不大 生意却很红火 店主王是封座封筝有功底 在国内外都拿过大奖 这是龙的封筝 龙头五共十一只家 每个片子就是单独的一个小封筝 再往西走就是明阳京城的 童秀芬京剧脸谱家庭艺术馆 这里还真是别具韵文 斗石的几面墙上挂满了脸谱各具特色 栩栩如生就像一个老戏园子 童秀芬告诉我们 这脸谱最有意思的就是能把一个人的善恶中间和性格特点 从脸谱的颜色和图案上体现出来 这个脸谱呢 这个五颜六色 但是它的讲究各有不同 像这个姜威呢 它这个上面有一个阴阳云 因为它是住了两样的徒弟 所以它这上面画一个阴阳云 然后呢 这有孟良 孟良呢 比较爱喝酒 所以它这个上面画一个葫芦 就代表酒葫芦 脸谱呢 主要是分这几种颜色 比如这个黑色的 就代表这个比较正直的人物 然后呢 这个红色呢 一般代表忠臣 就是比如关公什么的 胡同里的脸谱艺术馆 生动地讲述着一个个历史故事 而胡同中的五十三号院 则上演过一段真正的爱情传奇 这里住着的 是来自美国的作家沙波里先生 和中国第一位女战地记者 凤子女士 六十多年前 他们用真诚成就了一段跨国姻缘 而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情 也为这条金腔金味的小胡同 平添了一份浪漫色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